大家好,我是Stan 从制作发表会开始 就引起争议的 BLACKPINK极俗 穷献音主演的韩剧 在昨天播放第一集之后 马上就出现了 抵制蔡冠王的集体运动 以及要求停播的 清瓦台情愿联署 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在蔡冠王播放之前 导演曾经在发表会上说过 蔡冠王的背景 虽然是在1987年 但是除了军事政权之外 其他都是虚构人物 虚构背景 只是为了青春男女的 悲戚爱情的设定而已 没有美化 军事政权 也没有美化 更是没有篡改历史 但是昨天 蔡冠王第一集播放后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除了女主的名字之外 担心的部分 全部都原封不动的播放出来了 首先是北韩间谍男主 被安吉普追的时候 背景音乐是 这首民众歌曲的部分 这首歌是在1986年 严实大学学生 看到自己的前辈 被安吉普抓走后 制作的歌曲 而从1987年6月抗争的时候开始 就成为最代表 民主化运动的歌曲了 在之前的影片有说过 有很多提倡民主化运动的大学生们 都被政府冤枉成 北韩间谍而被考完之死的历史 所以对于在北韩间谍被追的时候 出现了这首歌 很多网友们留言 间谍在逃跑 为什么要出现民众歌谣 是在美化间谍吗 当时就算没有参加民主化运动 大学生只要是经过示威现场 就会被抓走 剧中竟然播放了 大学生在唱民众歌谣 安吉普的人员 只顾着抓间谍的部分 也太傻眼了 这就是篡改历史 美化安吉普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说什么篡改历史 我亲眼从头看到了尾 根本就没有 撮拉撮拉那首歌 哪是背景音乐 只是经过了唱歌的 示威队旁边的 酸民们真的是很讨厌 你们不是看了爱的迫降 还有之前恐又是间谍的电影吗 不就是因为有名女爱豆出演了 才想把事情弄大的吗 撮拉普顿撮拉 不就是因为示威的学生们在唱 所以变成了背景音乐 然后安吉普的人正在追间谍 难道要突然在那里抓大学生吗 不要再闹了 烦死了 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 在男主逃到女大宿舍后 女大学生宿舍的射箭 在门口阻止安吉普的片段 历代及高兴 女大宿舍的规定 竟然能阻挡顶底大名的安吉普 陈梅想等 当时的安吉普这个组织 是拥有随便抓一个路过的人送进监狱 也没有人敢说什么的权利不是吗 看到这场面真的是笑出来了 区区一个射箭 竟然能顶撞安吉普 真的是一部幻想剧 对于这个部分 没有找到什么反播的留言 然后因为在采钢瓦播放之后 电台就关闭了观众留言板 所以网友们的争议也就变得更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直强调说不是 说看第一集就能解开误会 现在却关闭了留言 这不就是在说 他们自己也知道不是误会吗 结果还是按照原本的剧情没有修改 只是准备好 要怎么阻挡观众们的意见了 这些演员都要抵制 真不想看到他们 你们是多亏了谁 才能在民主主义国家生活的呢 是吧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反应 到底是什么问题 要把电视剧做成纪录片的话 这世界上所有电视剧跟电影 都要被情愿连署了 不要再闹了 你们看起来只是想要创造争议 比起情愿停播 去连署实名制情愿 防止给很多人造成伤害的黑粉算命吧 有谁会看了这部剧后 说韩国的昂吉普很善良 民主化运动跟间谍有关呢 大家只关心 起诉跟巧言音的爱情故事 目前部分网友们制作 分享了赞助这部剧的品牌 以及出演的演员们 并提倡大家共同来抵制 同时也用英文制作了 韩国观众们 为什么要抵制 采光瓦这部戏的原因后 分享了怎么像 迪士尼Plus 美国公司投诉的方式 而要求停播的青瓦台联署 在不到几个钟头的时间 就突破了11万人的参与 所以在海外的观众们 是怎么样看待 采光瓦这个正义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演技能力很强 已成为名副其实演员的 男内的我们 임시wan Elle 박형식 차은우 云두준 진영 옥태견 로은 준호 정용화 이준 육성재 박진영 도경수 댄 李晚 杜 そして 入京 鸡 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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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